这绝对是2021年最刺激的丧尸韩剧 甚至被网友称为黑烟版的釜山形 除了全程惊悚爆表的高能场面 更是能够让你直面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故事刚开始就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 一个大叔正在山上采药 注意看他身上的皮肤 长满了非常可怕的肉粒 休息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颗绿色透明的石头 石头里还漂浮着一股黑色气体 就在他仔细端向的时候 地上突然冒出一条蛇一样的触手 吓得他直接从山坡上滚了下去 绿色石头摔成两半 里面的黑色气体竟然漂浮了起来 而且还像有生命一般 慢慢向大叔飘了过去 然后顺着鼻子进入了大叔的身体 才一会儿功夫 大叔就开始产生奇怪的变化 还看到了折磨他多年的痛苦回忆 原来大叔因为身上的肉粒 从小就被同学们当成怪物欺负 其他家长还来到学校逼他退学 说他会吓坏自家的孩子 派高中毕业照同学也不让他参加 说他会严重影响毕业照的美观 大叔看到这些回忆立刻陷入崩溃 这些年他真的受够了 哪想到他又看到了让他更痛苦的回忆 结婚后他老婆一直瞧不起他 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把眼男人带回家里 唯唯诺诺一辈子的大叔 终于被这些恶人彻底激怒 他双眼发黑青金暴露 已经不像一个正常人类 原来黑烟通过他内心的恐惧 彻底激发了他的仇恨 将他变成了一头即将发疯的猛兽 第二天一家发廊发生了命案 昨天那个大叔正躺在地上 他老婆已经被残忍杀害 而且眼珠子都被挖了出来 不久之后 男主迈克开车停在了这片神秘森林 因为同伴突然想上大号 刚脱裤子就发现了一块绿色的石头 当迈克找到他时 他正一个人静静蹲在地上 旁边还飘过一缕黑色烟雾 转过身来他双眼已经变成黑色 还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紧接着他就突然发狂了 并开始疯狂攻击迈克 好在迈克身手敏捷 直接一枪拖将他砸晕了过去 迈克赶紧将他送到医院 但他仍然处在巨大的惊恐中 旁边明明是一位漂亮的女医生 在他眼里却变成了可怕的父亲 原来父亲从小就虐待他 是深埋在他内心深处最大的恐惧 男人彻底失去了理智 直接就在医生手上狠狠咬了一口 紧接着又强行挣脱控制 迅速跑出了医院 迈克赶紧追了上去 可在他眼里 迈克又变成了可怕的父亲 男人吓得迅速逃离了现场 他一路奔波又来到了那片森林 迈克尾随其后也来到了这里 一起追过来的还有一名女行警 他叫苏菲 在医院正好看到男子发狂的营物 追着追着竟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天坑 天坑里烟雾缭绕身不见底 看起来叫人毛骨悚然 苏菲看的是目瞪口呆 可就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团黑色烟雾偷偷向他飘了过来 并迅速缠住了他的身体 迈克很快也找到了这里 苏菲站在天坑旁边一动不动 此时的苏菲已经陷入幻觉 而且还有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 紧接着他就看到了自己的杀父仇人 这个女人是一个连环杀人狂魔 她丈夫就惨死在他的魔掌之下 看到仇人苏菲怒不可遏 恨不得立刻就扣动手中的扳机 可画面一转 原来眼前的仇人竟是迈克 而苏菲双眼发黑青金暴露 已经彻底丧失了人类的理智 这是韩国最恐怖的天坑 里面烟雾缭绕深不见底 还会爬出长着出手的恐怖怪物 更可怕的是 里面的黑烟还会自动寻找猎物 一旦吸入这种黑色气体 就会变成一头彻底发狂的猛兽 女主苏菲已经被黑烟控制 正准备杀掉眼前的迈克 于是苏菲发狂一枪杀掉了迈克 本局到此结束 那是不可能的 女主立刻光环附体 在幻觉中见到了自己的丈夫 欧巴的出现驱散了她内心的仇恨 让她慢慢摆脱了黑烟的控制 双眼也恢复了人类的状态 但随即她就晕了过去 迈克扛着苏菲立刻离开了这里 但天坑中隐约传来恐怖的嘶吼 似乎预示着更大灾难的降临 可就是这样一个恐怖的地方 竟然还有一群人赶来作死 校爸带着几个学生来到了这里 为了确认天坑里到底有什么 他们抢走小林的手机 用警戒交代绑着慢慢放了下去 然后通过直播观看里面的情况 但里面显示的却是一片黑暗 紧接着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两人合力想把手上拉上来 哪想到 手机掉了下去 几个人又开始朝小林撒起 逼着她跳进坑里捡回来 情急之下她一拳就呼了过去 女校爸立刻捂住了眼睛 这时一股黑烟从天坑中冒了出来 并迅速缠绕她全身 才一会儿功夫 女校爸双眼就变成了 坑里跳了下去 两个男同学见状撒腿就跑 女校爸赶紧追了上去 现场只剩下惊慌失措的小林 但黑烟也发现了她 迅速朝她扑了上去 山上事工 黑暗中突然飘来神秘的烟雾 紧接着一个女怪物冲了出来 正是白天被感染的女校爸 其他事工人员也被黑烟感染 一个接着一个全都变成了怪物 黑烟开始全面扩散 可怕的蔑视灾难即将登场 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尸体 她全身长满肉流烂窗 耳朵还长出了奇怪的触手 下一秒尸体竟然活了过来 值班医生此时还浑然不觉 大叔扑上去迅速干掉了一个 紧接着他又盯上了另一名医生 医生还没来得及逃跑 就已经被怪物给抓住了 怪物似乎对眼珠有着特殊的执念 他死死扣住医生的双眼 就这样活生生把他给扣死了 随后怪物又来到医院大厅 其他病人全都吓得不敢靠近 一个保安走上前去询问 结果直接被他扑倒在地上 然后又准备扣掉他的眼睛 还好苏菲及时赶到 迅速将怪物按到了墙上 哪只怪物力大无穷 徒手就把苏菲给举了起来 迈克冲上去撞开了他 结果被怪物一拳打飞 此时正好走出来一个护士 怪物看到护士 仿佛又看到了给他戴帽子的老婆 于是立刻愤怒地将护士扑倒 并死死扣住了他的双眼 苏菲赶紧朝他大腿开了一枪 没想到怪物完全没任何反应 眼看护士危在旦夕 苏菲只好一枪将他抱头 原来只有抱头才能杀掉这种怪物 与此同时在护士的家里 他女儿正等待着母亲的归来 为了让女儿安心 他还和女儿通了视频电话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门外一个女人正在敲门 而且还自称是女孩的妈妈 女孩吓得连连回腿 哪想到女人竟然直接撞了进来 护士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赶紧和苏菲赶到了家里 还好女孩跑出了房间 护士正好在巷子里发现了他 哪只怪物又追了上来 而且还把女孩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苏菲及时出现开车 将怪物撞飞 护士赶紧打开车门 将孩子放了进去 没想到怪物捡起地上的玻璃 直接扎进了护士的身体 护士为了保护女儿 赶紧关上了车门 然后又死死缠住了怪物 这时远处又涌来更多怪物 苏菲只好带着女孩迅速离开了这里 而那位伟大的母亲 也永远消失在了黑雾里 苏菲带着女孩来到街上 发现世界已经彻底陷入混乱 更可怕的是